我是因為這首,大家也記得有一個人叫做順必娜嗎? 嗯 當初我就是因為這首歌是順必娜的 可是我們已經好幾年沒有聯絡他回韓國 我不知道是不是打仗了,我不知道他現在在辦幹嘛 結果我們都已經沒有消息了 你看我以前高速收賞真的很黑耶 真的很奇怪,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找出這種奇怪的照片 我覺得那時候的底片好像顏色都怪怪 下一張,下一張 哇 誰啊 這我高中的時候的樣子 高中,高中 高中時候 就很荒唐啊,我以前到底怎麼活下來了 那什麼髮型,那什麼髮型 給我解釋一下那什麼髮型 那出什麼事才會把自己弄的那樣 然後下一張,下一張 這我高中的時候 我在新加坡 我去新加坡的那個熱間動物園 買的 晚熊背包 我跟你講 那個袋子超短的 因為那個小朋友背的 哇,超難卡上去 好 這件事完全沒有任何重點 所以我只要分享一些我小時候很好笑的大的照片 讓大家知道說 就算你小時候長得很奇怪 你長大之後還是可以成為一個陽光樂觀正面開朗的人 好不好 然後 然後 現在開始 擁抱生命永遠不嫌晚 但是要記得我們的 我們的訴求 好不好 要記得我們的訴求 等一下我們簽名完結束 就大家一起去立法院 好不好 你們要去 不想去回家 因為我們要尊重民主社會 有各種各樣的聲音 但是我們 對民主認識應該要超越對古典 古典的理論 我們就是 直接民選 算了很複雜啦 總之 好 下面這一首歌我很久 很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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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久沒有唱現場了 我想你們該 或許有些人聽過 有些人 跟我說他們喜歡這首歌 可是我從來不唱現場 下一張 然後 就是謝謝你們今天來 對 我終於唱了 我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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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經 他不會原諒我的 我知道 可是我已經 PO了 他 我都已經定了 他才PO了我怎麼辦 就有一個人 在網路上講說 今天廖文強要是敢唱那首歌 我就跟他取了交 因為他不能來 因為他不能來 我們現在去日本 嘿 日本 こんにちは 大家 謝謝 今天 今天 我們要請問他 再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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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